7月14号上午9时,南京军区某工兵团三联指导员罗浩在黄海某海域进行海上训练时,为救战友不幸牺牲 14号上午,南京军区某工兵团正在黄海某海域进行海上卸载平台课题公关训练 三联指导员罗浩乘坐到冲锋舟,突遇涌浪,舟体瞬间失去控制并发生侧翻,舟上8名战士落水 冲锋舟快侧翻的时候 指导员推了我一把 这时候来了一个涌浪 指导员被转过来的罗浩乘击动了头部 不幸的事情发生好,工兵团官兵迅速展开搜救 9点13分,罗浩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他当时送来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,主要是容脑短伤和窒息,我们经过40分钟的抢救,还是无法抢救过来 罗浩是江苏严城人,1985年出生,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入伍 2009年任连队指导员以来,带领官兵联系三届在部队军事比武竞赛中夺冠 罗浩上的为国内、王蔡游定后 succ 跌考译员以来,带领兵及 тан借区